安红,我像你 安红,我像你 看不够你的人,是我 愣投青文文的女朋友安红跟他分手了 然后马上投入到了大老板刘德龙的怀抱 文文心有不甘的,整天死缠烂打 企图跟安红重修就好 但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啊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张艺谋指导 江文曲颖主演的影片,有话好好说 文文为了挽回安红的心 可谓是无所备用其极啊 他首先花50块钱,让收费品的老毛子替他喊安红 老毛子走街串巷几十年练就了一副好嗓子 这大嗓门一打开,整个小区的狗都跟着狂叫 最后有业主实在受不了了,便出来制止 趁着文文跟业主们对质的时候 老毛子虚晃一招七车三车撒子撩了 要说文文是真执着啊 他随后又到老五市场找了个嗓门大的小哥 这小个子跟老毛子的风格不一样 由于用词尺度过大,两人被楼上的孩子们交成了罗藏机 安红觉得一直让文文这么喊下去也不是办法 时间长了,居委会的老大妈肯定会找上门 于是便把文文交到了家里 两人正在屋里瞎比划的时候 突然听到楼下又有人喊安红的名字 文文来到楼下,发现是自由职业者老赵在撤着嗓门喊 我给小哥一百块钱,小哥是不是给了你一百块钱 那得了,可能咱俩吵飞了,不是一个事 怎么不是一个事 我是三十块钱活 戏一打听文文才明白 原来是那个小个子把这个活转包给的老赵 虽然文文费尽的心思 但安红却丝毫没有回心转意的想法 这让文文觉得既傲丧又愤怒 说有这么一天,文文正在安红必经之路上守株待兔的时候 大老板刘德龙带着人过来 不容分说就把文文给胖揍了一顿 文文长这么大,哪吃过这种亏啊 拽过旁边看热闹的老赵的电脑包就甩过去 一个是财大气粗,一个是昏不烈 两个人都撂下了狠话 老张把文文送到医院包扎完之后 要求文文赔偿他的电脑 你得陪我 你谁啊 但文文对之前的事早就不记得 这老张也挺有耐心 帮着文文回忆起了他被揍的全过程 虽然文文回忆起了事发的过程 但他却不想陪上老张的电脑 两人在医院的过道上展开了辩论 老张一听文文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于是便去找了刘德龙 转过天,老张来到了文文家 向文文展示了他当初购买电脑的发表和说明书 文文一听刘德龙在公司 于是便跟着老张来到了刘德龙的娱乐城 见面二话不说 拿起菜刀就朝着刘德龙砍了过去 刘德龙一看大事不好扭头就跑 由于对地形不熟悉 文文追了一会被刘德龙给跑了 这件事很快就被警察给知道了 文文被行政拘留了七天 出来的这天隔禁关顿文文批评教育了一番 当安红得知文文被打又被拘留了七天 这心里韦时有点过意不去 他来到市场打算给文文点钱略表心意 但是却被文文给拒绝了 晚上文文请安红出去玩 两人刚找到一点感觉 没想到老张突然找上了门 把好好的气氛全给破坏了 由于老张出言不逊被安红上去给了一大嘴巴 老张这次来找文文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电脑的问题 他草拟了一份三方的协议 希望他们俩和刘德龙能够在平等互信 公平公正的基础上 心平气和的把问题给解决掉 不能人身攻击 更不能动手 而且刘德龙已经答应拿出五万块钱了 其中的一万多是老张的电脑钱 剩下的钱全给文文 作为上次挨打的部长 刘德龙知道文文是个滚刀肉 他不想在这件事情上一直纠缠不清 为了稳住老张 文文表面上同意了 在等刘德龙的时候 他还跟老张探讨起了什么叫 女子无才便知德这个问题 文文虽然是卖书的 但他从来不看出 老张是个饱读识书的知识分子 因此两人的对话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刘德龙一直没出现 文文这心里非常的焦急 他倒不是想要那几万块钱 他的目的是砍掉刘德龙的一只手 两人本来聊的挺愉快的 可这时候文文把书包里的菜糕给拿出来 这下可把老张给吓坏了 尤其是听了文文的话之后 老张感觉自己似乎成了文文的帮凶了 老张刚开始以为是文文想给的钱少 但听了文文的解释之后 老张开始给文文扑法了 不过文文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个时候老张才意识到文文其实是拿他当了诱饵了 你这是拿我钓鱼 您说对了 还就是这么个意思 他本来想出去给刘德龙通风报信 但是却被文文给拦住了 接下来老张开始游说文文 虽然老张说的头头是道 但文文依然没听进去 最后文文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新电脑 让老张赶快离开这里 省得一会儿见一身邪 老张离开饭馆之后 本想给刘德龙打一电话 可没想到公用电话坏掉了 于是他一把抢过了正在打电话的方大姐的手机 两人正在纠缠的时候 听到动静的文文上去就把老张给控制住 文文把老张弄回饭馆 把赔偿给老张的电脑又拿回去 这会儿老张也豁出去了 二两酒一下肚 老张借着酒劲开始大闹小饭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把这里折腾个天翻地覆 从而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让文文的砍人计划彻底失败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文文突然跪了下来 生成老张是当二叔 有严重的精神病 当年的老戏骨游泳富标等人还属于吃饭群众 听了文文的话 在场的人全都炸了过了 大家伙七手八脚把老张弄到了饭馆的二楼 用绳子抹尖头拢二倍 把老张捆了个结结实实 文文下楼之后 女服务员把爆皮气的厨子叫到了楼上 女服务员说老张耍流氓 让厨子替自己出气 这大胡子是一川菜厨子 不仅做的菜是麻辣味的 人也非常的麻辣 为了给老张一点教训 厨子开始折磨老张 而与此同时 刘德龙也来到了饭馆 跟文文面对面坐了下来 刘德龙从包里拿出了五万块钱 文文让刘德龙把钱给点一遍 他的目的是想 趁刘德龙点钱的时候 把刘德龙的手给剁下来 就在文文准备动手的时候 由于厨子和老张在楼上折腾的太厉害了 头顶的音箱掉了下来 当场就把刘德龙给砸蒙圈了 服务员急忙过去 把刘德龙给扶了起来 文文一看这情况 知道这手是剁不成了 他来到二楼 看到仓库里狼藉一片 老张已经不见了 这时候突然从外面 传来了女服务员的尖叫声 文文出去一看 只见老张正拿着刀 满世界找数字拼命 文文一看老张的状态 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在文文的劝说下 老张最终冷静了下来 影片的最后 老张和文文一样 也被行政拘留了几天 葛景观还是那套词 希望老张今后有话好好说 不要再惹事生非了 从派出所出来 老张看到一面低司机 举着个牌子 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原来是文文雇的司机 专门过来接他的 老张上车之后 看到了文文给他买的新电脑 文文在信中说了一些肺腑之言 总之都是一些感谢老张的话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嘛 遇事一定要冷静 千万不能太冲动 有话尽量好好说 以免动手出人命